好,我们接着来讲我们的第20课 前面我们讲了if语句,我们现在讲else语句 那么我们同样从接着上节课的案例 那么上节课我们讲到说输出是小写字母 那么我们如果如何提示用户不是小写字母呢 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else语句 那么fl语句呢,它的用法就是在if语句的基础上 在后面加个else 这样一个加一个 那么else后面它就是不满足这个条件所要执行的代码 这个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它就执行这个代码 那么执行这个代码我们就同样我们复制一下这一端 你输入的字符不是小写字母 好,那么这时候我们运行的话 如果说这个条件满足它就执行这一句 然后整个if语句就结束了 那么就会执行后面的语句去了 如果说这个条件不满足 那么它就会执行这一句 然后再执行以后的语句 那么我们运行看 同样很清楚屏幕 好,我们编译 运行 输出,比如说输出一个大写字母 A 您输入的字符A不是小写字母 那么这个A很明显它不是 它就自动判断了 那么这一点就是执行的这一句 这一句就不会被执行 然后直接推出执行到后面 执行到这句 然后退出整个程序 那么好,我们再运行 输入一个小写字母的C呢 您输入的字符Z是小写字母 那么这就是可以很轻松的判断 它是不是大写字母 或者说数字啊等等 那么大家都可以根据ask嘛 那么数字的话很容易 比如说这就修改为一个0 这修改为一个9 那么数字就0到9嘛 好,那么我们这边改成 写字母改成数字 您输入的字符是数字 您输入的不是数字 我们就这样判断 编译 运行 好,输入个8 您输的是字符是数字 好,再运行输入个D 他说您输的不是数字 那么同样这些都是很简单的 可以一通百通 那么这就是F else语句 那么这else语句 只是在基础上加了一个 不满足条件要执行的代码 那么这个也一样和F一样 如果是后面只有一句代码 那么你可以在这只要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这代码是包含在 else的 所以说这个最好是缩进一行 缩进一个table键 这样看起来代码的层次结构更加清晰 好,那么这就是else语句的一个使用 那么我们就说到这里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